这房子呢 这边是一个北面的卧室 这个是厨房 这个房子户型就是南北畅通的 然后它这个厨房是在中间一侧 入水管 然后这个窗子外面是它 煤气管道呢 开发商就外面 在那个外侧 就这里是吧 那他们现在想怎么改呢 把本阳台改成厨房 这个阳台 陈女士的新房目前还是毛坯 她说邻居的户型跟自己家是一样的 都是南北各有一个卧室 中间夹了一个厨房 现在好几户邻居都在北阳台的外面打了孔 还安装了燃气管道 想把这个阳台改成厨房用 这一排都是的呀 这一排都要改成那个厨房 都要改成厨房 这个消负通道两边都是阳台 然后我们现在 那为什么大家都要 你别的邻居都要改成厨房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我觉得是违法的 我是挑房子看了很久 我就是想买南北通透 北边没有厨房的这种户型的 陈女士认为 房子本来就是南北通透 厨房里也有窗 邻居没必要把北阳台改成厨房 一来会有油烟问题 二来存在安全隐患 陈女士说此前邻居直接在外立面上竖起了排油烟管道 后来城管把管道拆除了 但目前还有两户人家 事实上已经把阳台改成了厨房 记者去敲了敲邻居家的门 但邻居不在家 随后记者陪陈女士赶到辖区城管中队 这两户已经成事实了 其实事实了 所以我们练查处了 练查处后对着两户 一个让它整理整改 就是做防水 这是一 第二个 然后金钱对它进行处罚 那如果符合防水条件各方面 还是可以把阳台改成处罚的 那如果已经改成事实了 那可能只能这样来 你再知道改回来 或者怎么样的话 这东西老百姓装修的问题 钱的问题 那如果还没改的呢 如果还没改的话 那我们不让他改了 那人家没改的话 我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他改成功了呀 他改成功了 那所以说一个只能整改呀 一个整改 第二个对着金钱进行处罚呀 金钱 罚多少呢 罚这个 它那是一百到一千的罚款嘛 他们上次在电视上 普法的时候就讲了 国家严禁阳台改成处罚的 任何形式的 什么时候说的 是7月10号 谁说的呢 是一位姓管的城管 管的姓管的发言人 国家有这个事情吗 国家不允许的 所以说我们对他立案查处呀 查处的话 我们就是责令他整改 就是做采取措施呀 一个他采取措施呀 但是整改的后 也只是处一百到一千的这个罚金 然后呢 只要的防水做到 我也有认可他 那你法律规定的 我们只能按照法律去办事呀 那既然是严禁的话 严禁的后面 它有后续的呀 比如说你责令整改了 对不对 就可以了呀 那不是说这个东西 那没有整改措施的 谁有整改措施的 你一个做防水 做防水就是导致下面不漏水嘛 对不对 对啊 第二个就发金 一百到一千 陈女士认为 目前的处罚 对邻居来说 起不到作用 她会继续向上级部门反应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